由影帝李靖哉及朴海獸等人主演的韓國Netflix原創韓劇《魷魚遊戲》登上全球戲劇盤榜冠軍 更因為超犯專的結局引起不少劇迷最熱烈討論 有網民看完整部劇之後再翻看一次 發現了不少之前未有發現的細節不如看看其中幾個細節 第一遊戲中的六個關卡內容 主要全部引起宿舍場上 456位參賽者住的大人宿舍中 由第一集開始就有關於六個關卡的提示 場上依次序劃上123目途人不何登陸各遊戲圖案 直到淘汰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床架被搬走之後就慢慢露出完整的圖案 第二成奇分的遊戲編號456原來有2C 男主角成奇分的參賽編號456 其實是遊戲設計者正式安排的數字 他在第一集贏得跑馬的時候 贏得456萬行員的獎金 預示了他在遊戲中會成為第456號的參賽者 一暗示最後奪得456億行員的優勝者 第三海報裏面只有001老白展露出歡樂的笑容 在海報裏面其他參賽者一直都是表情嚴肅地參與所有遊戲 但只有001老白五一男從頭到尾開心地笑 暗示出他的身份有比於一般的參賽者 第四第一關 123目途人裏面參賽者沒有被大頭娃娃偵測到 第一集的123目途人裏面 大頭娃娃能夠偵測到所有參賽者動作 但001老白五一男只得微弱的綠色邊框 第五,001老白被淘汰時只得廣播 每個參賽者被淘汰時 都有被殺的畫面及死後的畫面 但001老白五一男輸給男主角之後 只得一句1號淘汰的廣播 暗示他並沒有死亡 第四關 第四關 第四關